台北市政府公园路登管理处住为警察队理性队员前年值班时 偷聚辖区内一颗青岛的龙帛 骑机车在回家藏在住处旁的防火像中被检方一贪污 治罪条例起诉 他向法官公称因为朋友创作目标作品才一时失虑拒下倒幕 法官考量他自首且早会犯罪所得 判免刑李担任住警队员有近20年经验 他7年前起负责日林北投公园巡逻业务 他前年11月晚间7时取习机车巡逻时 发现办公室前有一颗阴风灾青岛的龙帛 他便持巨子巨下约一公尺的木头 在墙放在住处旁的防火像 为料李的同事主管发现龙帛缺少一段 询问后他主动坦承将导墓带回家 检方一贪污治罪条例侵占非公用私有财务罪前起诉 李向法官公称因为朋友在创作木雕 常需要木头他才会聚木头带回家 想给朋友当木雕材料 经市场估价龙帛导墓约一万元 李犯后依照交犯罪所得 法官认为李明之导墓属于公家财务 剑导墓腐败才一时失虑侵占 且他自首坦诚犯刑 犯后态度良好 且家中有高龄母亲需照顾 判免刑 适临地方法院本报资料照片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